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鸡肉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普遍较高 你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鸡的祖先是谁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的鸡蛋 这些问题或许都曾在你的脑海中浮现过 然而 面对这些既深奥又俗套的问题时 多数人都感到很难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对此 美国科学家给出了答案 说出来你可能不幸 等科学家将十足鸟与鸡进行对比后 人们惊奇地发现十足鸟和鸡的鸡 有着颇高的相似度 这意味着鸡的祖先很有可能是十足鸟 有科学家甚至得出了一则大胆的猜测 难道说恐龙和鸡真的是一个物种 恐龙是鸡的祖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科学家将恐龙化石与十足鸟进行对比后 实验结果指出 两者的DNA蓄力相似度达到80% 要知道恐龙在这个世界上 曾在相对较短的实践里大规模走向灭绝 关于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 更是众说纷纭 有科学家甚至认为 恐龙之所以灭绝是为了生存 从而逐渐进化成十足鸟 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 导致部分十足鸟进化危机 事实上 早在19世纪 就有科学家证实了鸡的祖先是十足鸟 当我们将十足鸟类的演化往前推 你会发现 它是远古时期的恐龙 不少人认为 恐龙是因陨石撞击地球 从而被迫灭绝的 然而科学研究结果却表明 陨石撞击地球后 此时的地球已经不再适合 恐龙般的大型生物生存了 于是 迫使地球上原来的恐龙体型 开始慢慢变小 逐渐演化后 有些恐龙经过长期的进化 长出羽毛和绘 最后逐渐演变为十足鸟类 你知道吗 十足鸟是一种生活在 侏罗纪晚期的小型恐龙 隶属于孔爪龙项目 十足鸟代表了一种 孔爪龙类的原始类型 它比现阶段发现的 孔子鸟与梁尼鸟的诞生年代更早 十足鸟这一名字在骨鲜拉纹中 意味古代羽毛或古代翅膀 十足鸟这种骨脊椎动物 头部像鸟 有爪和翅膀少能飞行 有牙齿 与爬行动物近似 尾巴很长 尾椎多达20个 由多个尾椎骨构成 除身上有鸟类的羽毛以外 一般普遍认为 它是爬行动物 到鸟类的中间类型 仍属于恐龙 主要出现在猪罗纪 虽说目前人类尚不完全确定 十足鸟是否活飞行 但是它们的生理结构 却与鸟类存在相当的区别 唯独在腿部羽毛的构成 胸骨 相恶等构造上 和鸟类有着较大的区别 现在的科学家们 大多不再将十足鸟 视为鸟类的祖先 而是与鸟类拥有相当亲缘关系 不同的是 它处于另一只眼花之上的物种 而是随着人们对净鸟龙等 长有羽毛的恐龙物种的发现 使得科学家们 不得不相信它们与如今的鸟类 有着颇生的渊源 即便如此 人们也无法完全确定 目前只能大致证明 这些恐龙和现代的鸟类 有相当的亲缘关系 人们仍旧无法确定 鸟类的直接十足 有趣的是 从画师考古方面来看 现今的鸟类是由一类 小型的瘦脚类恐龙演化而来 这一类恐龙长有羽毛 翅膀 与现今的鸟类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 在演化的进程中 这一鸟类恐龙的体型逐渐缩小 从而演化为今天众多的鸟类分支 在6500万年前那场 小行星撞击地球灾难过后 所有的非鸟类恐龙都不幸灭绝了 恐龙中只有一只 体型较小的瘦脚鸟类恐龙 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 并且与当时的灵长类动物的祖先 一同演化至今 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 导致部分十足鸟进化危机 至此 你还会觉得肌肉贵吗 对此 小伙伴们是如何看待的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气科普的朋友